为在树林桃源交界的大同山、青龙岭跟大栋山是登山客爱好路线 不少民众会选择从樱花林步道漫步而上 虽然已过赏樱最佳世界 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夺夺盛放的杜鹃花 而步道在公所的养护下相当好走 走累了有凉亭可以休息 不到半小时就能登顶 抵达海拔高度237公尺的土地公庙 还可远眺大台北地区 吸引不少登山爱好者 我几乎没有下雨的话 到时候每天都来 年假那几天 这边好多人 祖孙三代的很多 大同山步道老少嫌疑 是树林人的放松好去处 树林区长陈其正说 受新冠疫情影响 应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推荐大家上山走走 空气流通又能放松心情 武汉会员的防疫期间 那有时候民众在家里这个闷久了 那其实也可以到户外走走 那这个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那让自己的这个免疫能力变得更好 那在树林区有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地方 那因为现在是三月份嘛 也是春兰花开的季节那在我们大同山的櫻花林步道 假日有时间走出户外的话 那戴着口罩去登山健行走走步道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如果要体验完整的大同山青龙岭跟大栋山步道 可以从大岸路312项的登山口出发 接着经大同山步道 再接青楼岭就可以抵达小百岳大栋山 最后再走到山家火车站 全程走完约4小时交通方便 还可欣赏大台北美景 又搜集到小百岳 因此成为登山爱好者的口袋路线之一 记者辽安静刘敏轩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